责任相对比较难一点 既然承担民事责任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大概一定要清楚 好吗 这构成要件里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客观上 客观的表现上一定是真的实施了 虚假陈述的行为 必须有实施了这种行为 主观上大家看出来 这个要件一定是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 必须有这样的行为 这是第二 然后两个因果关系 最难的地方就是两个因果关系的界定 两个因果关系 一个是行为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是他这个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 跟你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之间 必须有因果关系 第二个是他的这种虚假的行为 跟你投资者真正实际给你带来的损失之间 必须有因果关系 这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三大要件 好 把这三大要件好好吃透一点 好吗 而且尤其是在这些要件当中里面 一定要注意谁可以免责 没有过错 这个大家要把握好 所以在主观上一定要看好了 发行人和上市公司 一定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你主观上没有故意和过失 你也得承担 但是呢 其他的一些人叫过错推定 举证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好吗 哎 这就是主观上的表现 因果关系的界定 这俩是我们的分析题的重点 最后民事诉讼这一块 能看就看 不能看就算了 民事诉讼的方式呢 股民们单独上法院去诉 也行 没有问题 第二个叫普通代表人的诉讼 适用于什么 原告一方的人数 只要在十人以上的 他就可以代表诉讼 起诉讼当中确定 两到五名作为代表 代表全体股民来诉 也可以的 看什么吗 第三就是 原告提交了行政处罚 刑事判决 被告自己自认的一些材料 这些证交所 还有批准的这些其他交易所 给予的纪律处分 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律措施 这些都有初步的证据的情况下 都可以诉 你举证就举这些就可以了 好了 最关键就是这 就跟我们前面的连起来了 第一节的概述 就是第一板块里面 叫特别代表人诉讼 就是我们设的那个 投资者保护机构 只要他受50名以上 投资者的委托 采用末式就算加入了 明示才算退出 来代表全体股民参加诉讼 这个在我们去年分析题已经考了 所以今年大家再看一看 好吗 这就是虚假陈述的诉讼方式 自己单独上法院告也行 推举代表来告也行 找投资者保护机构来诉也行 三种方式 诉讼的时效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首先这个诉讼时效里 当审主张以揭露日 或者是更正那一天 开始起算诉讼时效的 人民法院支持 为什么 因为只有揭露了 投资者才知道 哦 我的利益受损害了 不就是变相 你知道或应当知道 对方的行为侵害你 利益开始算 对不对 好 当揭露日和更正日不一致的情况下 哪个在心就以哪个为主 熟造原则 好 这是起算的时间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如果是其中的一人发生了诉讼时效 中断事由的 其他连带责任人通通跟着终端 这没问题 这我们在讲诉讼时效时说了 在普通代表人诉讼中 没有向法院登记的这些股民们 诉讼时效就从你登记期间 届满后重新开始计算 他不给你一个权力登记的期间吗 从那期间届满后重新开始算 凡是向法院已经登记权力了 但是又撤回你权力了 我本来想告我又不想告了 这时就从你撤回当即的次日 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好 这些时效大家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凡是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 其中有投资者声明退出诉讼的 就从你声明退出的次日重新开始计算 好 这是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和中断问题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好 到这为止 我们整个的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就讲完了 看完了吧 这个问题是稍微难一点的 所以关于有关虚假陈述 在虚假陈述当中里面 它的法律责任啊 前面的表现什么我们都说了 这个法律责任就是两大责任 一类叫行政责任 一类呢就是民事责任 这两个都有可能在我们的案例分析里考 这个行政责任的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罚款 责令改正啊 没收它的收入啊 这比较简单 主要是在罚款 而这个行政责任主要承担的主体是谁 一个是发行公司 发行人 上市公司 这是肯定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 除了这些人之外 大家还要着重的看一下谁呢 就是会计师事务所中介服务机构 应该承担的责任 大家主要把这两块该记得记住 剩下什么券商啊什么那些 我觉得就算了 咱们最后压就压在这两块上 好吗 哎 这两个一定要清楚 对于公司怎么发 特别是对公司里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个人应该怎么发 直接责任人发多少 行政责任啊 民事责任是我们刚才讲的比较多 民事责任里如果在分析题考的大家 就是几个关键的点 第一个 它的这个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一定要清楚 一定在分析底底看出来 是哪一天开始实施的 因为只有在实施日之后 投资者 投资者 所发生的交易行为 那才是基于他的虚假陈述的这种行为 他才实施交易 这才谈得到有因果关系 如果在虚假陈述 实施日之前 你就发生买进卖出 这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最关键的第一个判断点 是实施日之后 然后你再接着看 投资者是否有买进卖出的行为 这个实施日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吗 这样的话 投资者基于这个相信 是虚假陈述的行为 还是虚假陈述行为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那些个信息 这个构不构成因果关系 一定得看好了 好吗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揭露日 应该如何判断 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好吗 把这两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了 这两个时间看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时间段 一定是在揭露日之前 知道吗 这样投资者可能发生了一些交易行为 也可能出现了先什么 先买进 然后再出现了卖出 或者是不卖出 或者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先卖出了 然后又出现了买进 看见了吗 或者是不买进 这种行为 由此给带来的第三个大家要汇算 给您带来的差额的损失 这个差额的损失如何计算 大家看好了 民事责任里的重点就在这些 至于剩下其他怎么诉讼啊什么的那些 那就简单了 好 整个的证券欺诈 难一点的就在虚假陈述行为 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一下 好吗 第二个也是作为我们案例分析题的第二点 我们也已经考过了 在前年 CPA的证券法里面就考过内幕交易行为 注意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内幕内幕 是尚未公开 未公开的这些信息 利用这些没有公开的信息 你买进卖出 从而非法牟利 违法 尤为公平原则 公开原则 好吗 好 这里面第一个点 需要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人 属于内幕人员 就他能够列入到 知悉到未公开信息的这些人员 不用背 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发行人 以及他的公司的董监高 公司自己本身肯定是知道的 还有董监高 你们的职务 让你们了解到内幕信息 第二 记住持股在5%的股东 以及股东所属的董监高 实际控制人 以及他们的董监高 看完明白了 这股东一定是一个法人股东 这实控人本身也必须是一个法人 对不对 不光你是这个法人单位 连同你自己公司的董监高 都算内幕人员 第三个是发行人控股的 或者是他控制的这些公司 以及他们的董监高 知道是谁吗 就是发行上市公司里面的子公司 及其他的董监高 接着吗 就是发行人 他控股的这些公司 董监高 第四个是 由于所任的职务 或者是因为公司有业务往来 能获取到公司未皮肤的信心 大家说 由于所任的职务是什么呢 不是董监高啊 往往是一些重要的一些岗位 比如说计算机的操作人员 还有人吗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印刷人员 你别看他职务不高 但他能接触到这些未公开的信息 也算内幕人员 啊 就是上市公司本身的收购人 收购这家上市公司的 或者跟这上市公司有重大资产交易的客户 也算内幕人员 啊 第六 因为职务 因为工作 能获取信息的 哪的人 证交所的人 登记结算机构的人 券商的人 还有服务机构的 快吃事务所的人 他的工作之便 让他能了解 获取到这个公司的内幕信息 也算内幕人员 好 这就是呢 第六 第七 因为职责工作 导致他获取内幕信息的 证监会的监管人员 在证监会上班的人员 他们也会了解 因为法定职责 对发行 对交易 对上市公司的收购 资产的交易 等等 有关主管部门 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 这些发行公司的 这些什么 上级主管部门 母公司啊 或者相关的行业监管部门呢 也算 最后是兜底性的条款 所以哪些人员 算作内幕人员呢 都有可能 不管你是职责 还是你的职务 还是你的这个工作 都能让你接触到这些 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这要考一个本身多选题 大家要清楚 哪些人列为内幕人员 好吗 该记的一定要记 好了 了解完了啊 我们将来出个选择题 会做吗 下列各项中 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 有哪些 负责公司重大资产交易方案 文印工作的秘书 你别看他简单 就是一个小秘书 但是他要印的这些个东西 是跟公司有重大的 这个内幕信息的 看上了吗 负责重大交易这些方案 那么他在印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 这算不算 算 证监会负责审核 这家公司资产重组方案的官员 算不算 当然算 他的职务影响到他 他肯定了解 给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 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质师 算不算 算 提供服务的 注意 通过公开发行的报刊 了解到发行人 有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律师 他算不算 不算 他不是通过他职务之边了解 他是通过公开的媒体 才看到的 他就不算内幕信息了 所以准确的答案只有A B C 好吗 这就是灵活一点 大家不要死背他 但是一定要认出来 这叫内幕人员 好了吗 再来接着看第二个 实施内幕交易的行为的主体 不光是直接了解内幕信息的人 还有非法手段 获取到内幕信息的人 也是这个行为的主体 通过什么手段 非法获取呢 窃取 骗取 套取 窃听 利诱 刺探 私下交易等方式 获取内幕信息 看到了吗 这就叫非法获取内幕信息 不正当的手段 第二个 这些内幕人员的谁 近亲属 或者其他跟内幕信息的人员 关系非常密切 第一是他的近亲属 第二是跟这些内幕人员 关系特别紧密的这些人员 那这时就要强调 必须在敏感旗内 从事了 或者明示 暗示他人 从事 或者泄露这些内幕信息 听懂了吗 这些非法获取到内幕信息的人 在一个很敏感的期间内 他自己从事交易行为 或者他明示 暗示别人去买卖股票 买进卖出 或者他把这个信息泄露给别人 导致别人从事了 跟这个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 而且这交易行为明显异常 又拿不出正当理由和正当信息来源 所以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我们分析题最容易考的是在这一块 不是刚才他就是公司的董建高 对不对 他就是公司的5%的大股东 不是的 是这些人 不是内幕人员 但是他跟这些内幕人员有什么关系呢 亲属关系 关系特别密切的 闺蜜呀 大学同学呀 而且他关键是在敏感旗帜内 他通过这些内幕人员了解了一些信息 然后他就拿出这些信息 要么是让建议别人买 要么就他自己买 要么就他把信息泄露出去 关键是那些人得到这些信息以后 恰恰就实施了跟你这信息相关的 这些买卖交易行为 明白了吗 这个时候也认定为是异常的 这是第二 第三 在敏感旗内 跟内幕人员进行联络 接触 这样从事 或明示他人从事 或信流信息 导致别人从事了 跟这个信息相关的一些异常交易行为 通过电话啊 吃饭啊 打高尔夫球啊 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联络接触 从内幕人员那套取一些信息 然后把这些信息再泄露给别人 要么让别人交易 要么自己交易 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好了吗 然后这里面最关键地方是 敏感旗 怎么叫实施了明显的交易行为异常 这个交易行为算不算异常 得需要综合考量哪些因素 第一个就是你的开户 销户激活账户 和你指定的这些个 时间跟这个信息形成变化的时间 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为知道这个信息了 所以立马开户 然后马上就进行交易 利用这个信息知道了 马上就把原来一只 没炒过股票的账户激活 然后就频繁的买进卖出 只要你这个买进卖出的 这个开账户的时间 跟你这个信息形成的时间 高度吻合就算异常 资金的变化 跟这信息形成的时间 基本一致 大量注入资金 这也属于异常 买入或卖出的 跟你这信息有关的证券 形成的时间 基本上一致 恰恰是在这个信息 还没有披露之前 你就买进了 恰恰在这个信息 一旦披露之后 你就呱唧就卖出了 吻合 这是一个 第四 买入或卖出 都跟信息有关的 这些个证券的时间 跟你获取信息的时间 基本上一致 周二跟谁谁谁联系完了 或周四 马上就体现出来 你的这个买进卖出了 买入卖出的证券的行为 明显跟平时的交易习惯 不太完全一样 就你平时一般来讲 就买进 也就买个什么 买个棘手啊 买个一万呢 买个一千股啊 也就完了 好吗 这次明显一看 好家买二十万股进来了 明显跟平时交易不太一样 还有买入卖出的这个行为 或者集中持有的这个行为 跟信息反映的这个信息 明显是背离的 明显是不符合常情的规矩的 好 这就是呢 第六 第七 账户的交易的进出 跟内幕人员有关联关系 或者利害关系 就你在券商里面 开的股票的账户的进出 跟内幕人员是有一定瓜葛的 最后是其他的 所以这个交易行为的异常呢 是比较难判断的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我们证监会在审查这些的时候 一定综合考虑 他要看你买进卖出股票的时间 要跟你这个内幕信息 在没有披露之前 然后这两者之间 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性 所以他主观性的因素 比较强一些 好吗 这些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一个 所以通过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 一定要清楚实施这种内幕交易行为的 内幕交易行为 它的主体 看完了 应该得知道 是两类主体 一类就是直接能够接触到 内幕信息的这些内幕人员 属于主体 第二个是 不是直接是公司的内幕人员 是利用非法手段 非法获取 内幕信息的这些人员 都构成这个行为的主体 好吗 好 这是第一个 紧接着 这些主体利用的一定是什么 未公开的信息 哪些信息叫未公开 不是说啊 只要没公开 就叫内幕信息 不是的 这个内幕信息的前提 一定记住 一定是对公司证券市场的交易价格 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尚未公开的信息 所以它最关键的落脚点 一定是对它的股票价格 能产生重大影响 那就说很可能 这信息一旦披露出来之后 也可能猛涨 也可能是猛将 足以能影响它股票价格的 这才构成叫内幕信息 好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应该予以临时报告的重大事件 所以我们说了 你前面那12个重大事件 在临时报告里 在那儿记 在这儿就不用记了 那儿没记 你怎么也得记这块 好吗 好 这些重大事件 都会足以影响你公司股票价格的 一定把握好了 好 这就是第二个 内幕人员 内幕行为的主体 下一步 利用的一定是这些上位披露的 足以对你公司股票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幕信息 然后再下一步 你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呢 内幕行为的表现是什么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 内幕行为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自己自买 买进卖出 我自己就非法盟利了 只要在这个敏感期内 自行买卖跟信息 直接相关的公司的股票 买跑 这就绝对叫内幕交易行为 第二个 自己没买 是建议别人来买 是在信息的敏感机制内 建议他人买卖 跟内幕信息有关的 看好了吗 这就包括不光是内幕人员 也包括什么呢 内幕信息 非法获取信息的这些人员 他自己不敢买 买了他太敏感了 他会建议别人去买去 好吗 他会故意的把这信息透露给别人 让别人去买 这个建议买卖要符合的条件是什么 第一 建议人是内幕信息的人 或者是非法获取的人 这就是他的主体 必须是指这两类人 第二个 推荐 劝说 怂恿他人买卖证捐 这是建议的表现 这是主体 建议人的主体必须是什么人 第二个 建议的主要表现 就是推荐给 我告诉你 你就买哪个哪个公司的证券 保证你挣钱 还有 被建议人 他已经知道建议人掌握那幕信息 你跟他吃饭 你跟他约他出来 你不就为了套他信息吗 你知道他会了解这些信息 然后你才能够买卖的 这叫 建议行为直接就导致 还就真的实施了 买进卖出行为 这就叫建议 好了吗 好 这就是呢 第二 第三 泄露内幕信息 第二是建议别人买 这种建议表现为什么 要清楚 泄露信息 是在信息的敏感期内 把这信息透露给别人 不管你在泄露时候的主观状态 哎呀 可能无意当中我们就说出来 还是说 故意的啊 这个要不管 所以他要符合的条件是什么呢 有泄露行为 包括非法获取信息的人 再次进行信息传递 除非你是因为履行义务职责 那是例外 否则你就明显有泄露这种行为 好吗 第二个 信息的接受者 他已经知道 他接受的信息是一个没公开的信息 传递的次数和层级 不影响内幕交易的构成 知道吗 所以那个接受信息的人 他明明就知道 这个信息肯定是外人不知道的 这要注意 但是如果接受者仅仅只是单纯接受信息 既没有再次泄露 也没有自己买 也没有建议他人买的 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这就不属于了 他一定要看最终的结果 你有没有买卖证券的行为 好了 这就是内幕交易行为 所以这个内幕交易行为里面 主要注意的 这个行为的主体是谁 就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 两类的 直接是内幕人员 一个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的人员 那么他的主要的利用的是哪些信息 足以对公司股票的价格 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第三个就是他的表现是什么 自己买 建议别人买 泄露该信息 好了 最后责任应该怎么推定 只要能提供证据 证明有下列情形的 他就确认为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了 第一 内幕人员自己进行了跟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 自己自行买卖 内幕人员的谁 配偶 父母 子女 以及跟他有密切关系的这些人 在敏感期内 实施了跟信息基本吻合的证券交易 看场了吗 第二 第三 因为履行职责 知悉到这些信息 并且还进行了跟该信息有关的 这不就说的是证监会 证交所的相关工作人员吗 第四 非法获取了信息 获取完了 进行了与该信息有关的交易 对吧 第五 在公开之前跟内幕人员或者知晓内幕信息的人通过联络 接触了解之后进行了跟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的证券交易行为 好了吗 好了 最后提示啊 当时如果想否认 我这不是内幕交易啊 我不是利用他给我这些信息 我自己有判断 那您必须自己得有举证责任 得证明您在敏感期内从事的买卖行为 你得做出合理的说明 我跟那个他提供给我的信息 没有必然联系 否则就推定为你就是内幕交易 所以他也是举证责任 倒置 知道吗 由行为人自己自证清白 这才可以 好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啊 相反 哪些情况下 他就不属于内幕交易行为 第一个是因为持股在5%以上的股东 他为了收购这家上市公司 这个不属于内幕交易 因为他得要买卖 频繁的收购 按照事先两人约定的合同 从事证券期货交易 这是事先约定好的 第三是已经被他人披露的信息在交易 那不构成内幕信息了 已经是公开的了 好吗 好了 第四 具有其他的正当的信息来源 正当理由的 不属于内幕交易 好 这就是第六 哪些构成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行为的推定很重要 好吗 判定他的行为是否构成异常 是最难的地方 啊 这个要清楚 第七呢 是短线交易 这也是我们每年分析题 重点考核大家的 其实呢 原来在公司法里面也讲过 上市公司 还有股票能够在国务院批准的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 这些公司 他们的董监高 记住了啊 这个短线交易行为的主体 是董监高 还有持股在5%的大股东 这是他们的主体 将他们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 在买入后的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卖出后的六个月内又买入的 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董事会必须收回 这我们在前面讲公司法的时候 这就叫非正常收入 公司必须没收 所以这种短线交易行为 主要防范的是董监高和大股东 因为他们算内幕人员 他们可能利用职务之边 怎么样 频繁的买进卖出 知道吗 所以他买进卖出 中间间隔的时间 只要短一六个月 这属于非正常交易 可以买进卖出啊 但是所获得的收益不能归你董监高 董事会必须没收 那不就归公司所有吗 如果董事会不履行职责 不把他没收上来 在公司法里讲 就会引发股东代表诉讼吗 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将来考试时 这些人董监高和大股东 这些人董监高和大股东 假设二月份买进了 结果你六月份就卖出了 从而获得了差价利益的 这是不正常的 但如果你二月份是买进的 结果你十月份你才卖出 这个由此获得差异正常吗 这就是正常的 没问题 买和卖出的间隔时间 一定在六月以上 你超过六月就是正常的 没超过六月就是异常行为 好吗 这个六个月买进卖出 一定要看好 好 把这一块把握好 另外就是券商 因为他要替上市公司来包销证捐 清楚了吗 好了 这是一个注意啊 买入后的六个月内卖出 这个说的是买入的那个时间 以哪个计算 是以最后一笔买入的那个十点 开始算六个月 我四月二号买一笔 四月四号又买一笔 然后四月八号又买一笔 要以最后那一笔时间点开始计算 算六个月时间又没有过 卖出后的六个月内 又买入那个卖出的十点 也是以最后一笔卖出十点 好 这两个看完大家明白 都是以最后的那一手 那一笔的时间为准 开始计算六个月 好了 这点大家知道就可以 看完了吗 举个例子 好好了解 这公司里董事贾 他分别在三月一号 三月十号 分别买入了本公司股票 一万股和两万股 三月一号 三月十号 九月四号 他就全部卖出了 卖出的时间是九月四号 看好了啊 那他三月一号买入的 那么九月四号卖出的 那就超过六个月了 他就不构成短线交易 可是他三月十号买入的 九月四号卖出 这两万股 他是没超过六月的 这个构成为构成 构成短线交易 OK 清楚吗 你不能都从第一笔 开始来计算 这是不可以的 卖出也是以最后一笔交易 卖出的时间点来计算 买入的一定要看好 好吗 好 这就是呢 举这例子大家听懂 再看第二 董事会不按照规定 把这个收益收回来的情况下 股东有权要求他三十天执行 董事会没有在这三十天之内 把收益没收上来的 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 就可以用自己的名义 直接上法院起诉 这不就结合公司法来考了吗 这不就结合公司法里 考的是股东什么 代表诉讼啊 这不就连起来了吗 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 结合公司法问大家 这里面说的股东 尤其是在股份公司 什么样的股东 一定记住 一连续一百八 二持股必须在百分之几 一这样的股东 才能够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这就结合公司法来考 那么除了这样的股东之外 再加第二个考的就是谁 就是投资者的保护机构 明白吗 他只要受50名投资者的委托 他不需要持股百分之一 他也不需要连续一百八 他就可以代表股东提起诉讼 这不就行了吗 好了 这就是结合公司法里考的地方 OK 大家能够清楚 好 这就是叫短线交易行为 这个如果在我们分析题考 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不就买进卖出吗 你就来算六月之内就违法 过了六月 他就是合法的 好了啊 好 这就是整个的内幕交易行为 这个内幕交易主要利用的是 没公开的信息 但是反过来 利用了未公开的信息 实施的交易 就一定叫内幕交易行为吗 也不一定 因为这里面的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 一定是谁呢 是有特指的 就是指那些内幕的这些人员 知道吗 所以他们这些人利用了 尚未公开的信息 公司里的董建高啊 还有呢 公司控股的这些子公司的董建高啊 5%的这些大股东 以及他们的董建高啊 就这些人员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行为 叫也是利用未公开的信息 实施了交易 但他把它叫老鼠仓的行为 就我们凡是要炒股的人 可能都知道这个名词 绝对是一个证券的一个术语 没学过的学员 就不知道什么叫老鼠仓的行为 先知道他也是利用什么 未公开的信息 你看老鼠仓 老鼠都在下面 地下呀 地洞里面来实施 打仓啊 打动物行为啊 为什么 他的主体看好了 主要是证交所的 证券公司的 登记结算机构的 这些服务机构的 还有金融机构的这些人员 还有监管部门 行业协会的这些人 注意 他利用的是什么信息呢 是我们刚刚说的内幕信息以外的 也是尚未公开的 就没列入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内幕信息 就是那些公司发生的重大事件 属于公司内部发生的一些信息 不是的 他是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 也是没公开的 但是他们的那个职责本身 让他们接触到这些 这样违反规定 从事了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 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的 这就构成叫老鼠仓行为 好 先把定义看懂了 他一定利用的是内幕信息以外的 其他信息 那么具体的 大家看 他跟内幕交易行为的区别在哪 主体不同 这种实施 老鼠仓行为 他的主体是特定的 主要特指给证券交易 提供服务的 证交所 券商 登记服务机构 看见了吗 是这些人员 而我们的内幕交易行为 大家看 主体非常广泛 主体非常非常广 不是特指了 只要你处在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位置上 只要你的交易行为 明显跟这个信息 发生了有关联高度吻合 这种情况都认定为 你是内幕交易行为 所以大家看出来 主体的范围 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太广了 除了直接了解内幕信息的人 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之外 所有那些利用这些 内幕交易行为 实施了异常交易行为的人 都会被认定为 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 但是老鼠仓的行为 解限于这些个服务机构 第一个了 第二 利用的信息不一样 老鼠仓的行为 主要利用是内幕信息以外的 其他的一些未公开的信息 比如说掌握国家一些什么政策 国家最近会要出什么什么文 这些 他们利用是这些 而内幕交易行为 利用的绝对是属于内幕信息行为 不是内幕信息以外的 都是微公开 但是不一样 好吗 这是那整个的内幕交易行为 完成了 所以我们在内幕交易的这个行为 因为也容易考在案例分析题当中 在案例分析中 我们就简单的把问题简单化 复杂问题简单化 第一点 大家在分析题当中 首先得认定 得认定 到底属于不属于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 实施这种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 第一点 它到底是属于直接了解内幕信息的人员 还是它是用非法手段获取到 内幕信息的这些人员 往往内幕人员 我们的分析题主要考的就是 它属于5%公司的大股东 要么就是它公司的担任董监高 你看我们的分析题简单化 它就直接拿这做例子 然后再来讲 谁是属于非法获取呢 就是这些个 他们这些人的配偶 父母 子女 关系非常密切的 比如大学同学 这个是他的案例分析题的点 你能认出来 好吗 这就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你案例一编故事 就是编这些人 这是一个公司的董事 然后刚刚呢 公司内部 通过了一个董事会的决议 准备近期增发新股 股价准备是大约多少 结果这董事回家 就跟自己的配偶说了 看出来了吗 这就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 把主体先认定好 先认出来了啊 认定完了 第二块 咱们马上就应该知道 利用的是哪些内幕信息 这个信息编故事的时候 就是编 这些足以对公司股票的价格 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大家把这个信息里 重大事件都是哪些 重大投资了 重大担保了 签订重要合同了 人事发生电话 这些信息 编故事会给你编 到时大家认出来就行 好吗 尚未披露的信息 这些信息明显暗示会对公司的股票价格 肯定会产生影响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个 一定要看分析题里考你的行为表现 这个表现无非是考两个 第一个考的是谁 就是内幕人员 直接了解信息的内幕人员 自己直接买卖 跟这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 有这样的交易行为 要么就是这些内幕人员的 谁呢 非法获取 这些信息的这些人员 他们就出现了 要么是建议他人买 看见吗 要么是又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 所以这个学问就是在这儿了 就这些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这些人 他从事的一定是跟他所知道的这些信息 具有高度的吻合的 实施了叫异常的交易行为 这个呢 我们在编故时是会给你把这异常交易的 这些行为表现会编成 比如说他突然之间就激活了 他账户上的资金大批的买进 要么他就暗示你 他这个交易跟他平常的交易习惯不一样 这样他实施了叫异常的交易行为 从而获得了收益 好吗 所以内幕交易行为里面 其实他突出的地方就是考这三个点 第一步先认出来 他属于不属于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 然后知道的是利用的哪些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 他主要实施了什么样的证券交易行为 让大家能够三点把握好就行了 好了 这就是第二个 希望大家把握好 至于第三个操纵市场的行为 基本上我们是作为选择题 这个考分析题的概率不高 操纵市场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往往这个实施的主体是谁 就是我们的投资者 证券市场的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不管是一个机构投资者 还是一个纯自然人个人投资者 这些人往往利用了自己的资金优势 要么是自己拥有持股优势 看见了吗 要么就是利用自己有信息上的优势 要么自买自卖 要么就是跟别人串通起来来买卖 这就叫操纵市场 大方向记住了 这个行为的主体主要针对的就是投资者了 我们那个证券欺诈 虚假陈述行为 大家发现主体主要针对的是发行人上市公司 内幕交易行为主体主要冲的是内幕人员 所以操纵市场行为主要针对投资者 单独或者通过合谋 集中你们的资金优势 持股优势 信息优势 要么就联合起来来交易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故意抬高或者压低证券的交易价格 要么就跟别人串通起来 用事先约定好的时间相互进行大量买进卖出 然后呢 把股民就都给带进钩里交 影响交易价格交易料 第三 在自己控制的账户之间自买自卖 来操纵这个证券交易价格 不以成交为目的 频繁或大量的申报 然后撤销申报 就是制造一个虚假的成交量 利用虚假不确定的信息 诱导投资者进行交易 对证券发行人公开做出评价预测 并且进行反向的证券交易 所以炒股人都知道 你可千万别听有一些什么专家什么评论 他评完了 你就得反向操作 他要说哎呀 应该是买进了你就卖出是最好的 他诱导 最后利用其他的一些个相关市场 来操纵证券市场 所以大家把操纵市场的表现 大家就做一道多选题 选选就可以了 好吗 这里面有几点提示 如果只有第一项行为时 就利用这个资金优势持股优势的 这是一定要注意他的主观意图 和他的客观行为 按正常情况 人家是大股东 人想买就买 想卖就卖呀 对不对 但是你能当然就认定为 你这就叫操纵市场吗 人说我正常啊 我有这优势 我想买就买呀 这是一定注意 他买进卖出的主观意图 知道吗 这要综合起来看 主观方面要看他的交易动机 而且交易前后的状况 交易的形态 导致市场的占有率 违反不违反投资的效率回报 客观方面呢 要看他是否是市场价格的主导者 是否是证券市场的支配者 以及他如果停止买卖 会不会导致证券价格暴跌 就跟我们讲那个后面反垄断法一样 构成不构成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前提底看你构成没构成 市场支配地位 所以这种操纵市场的前提 是不是一般的股民 你就能够实施操纵的 一定是你在这证券市场中 但有一定支配地位 你的行为可能直接会引导 证券交易的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才行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第一项当中所谓利用这个信息优势 来操纵股市 和第五项当中的这个操纵行为 我们看第五项是什么 反项 就通过一些虚假的一些个介绍 反项 这两个大家的区别 第一项 大家看利用所谓的信息优势 是内部人 利用这样的准确的信息 这样的话 他来买进买出 他利用的那个信息一定是什么 是真实的 是内部人的信息 第五项通常的是什么 在蛊惑交易 他纯粹是这个忽悠大家 所以他往往这个信息 都是虚假的不确定的信息 而我们第一项利用他信息 有时那绝对是真实的 只是别人都看不到的 只能你了解的那些内幕信息 情人王 你用这样的信息来买卖 所以他跟第五项那种忽悠人的信息 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 如果当时能够证明自己 虽然实施了第二项和第三项 但是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并没有操纵意图的 不被认定为操纵市场行为 第二项和第三项 大家看是什么 第二项是双方之间 事先合同有约定 买进卖出 还有呢就是在自己的账户之间 自买自卖 这个你只要是能充分的 举证证明我没有操纵的意图 我就愿意这样来自己买进卖出 这个不构成操纵市场 好吗 第四个 第五项的这种蛊惑交易行为 它又跟虚假陈述不完全一样 它跟那个利用信息优势不一样 它也跟这个虚假陈述不一样 二者的共同点 都是虚假的不确定的信息 就都带有虚假的色彩 但是呢 这种蛊惑交易的操纵行为 它的主体是没有限定的 谁都可以 发行人呢 新闻媒体呀 什么所谓的这些专家们 都有可能成为 它的意图呢 就是要影响证券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虚假陈述的行为人 大家看 我们明确说了 是富有积极的信息披露的 这些发行公司 上市公司 明白吗 但切不具备操纵意图的 主观要件和结果要件 所以它这个虚假陈述行为 并不是为了操纵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 所以它跟股货交易还不完全一样 主体也不一样 目的也不太一样 好 这些大家看懂了 理解就行了 接着 第五项的这种 股货交易的这种操作 跟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的区别 在于主观的目的和表现不同 这种股货交易操纵 主要是看它的操纵意图和操纵的结果 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的主要模式是什么呢 是主要是编造这些信息 往往没有操纵的意图 除非如果你能够证明 它不光是要传播信息 它还带有操纵的这种意图的 那就不构成传播虚假信息了 好吗 这个大家一定要简单的清楚 最后 第六项的这种操纵模式 主要表现为对证券发行人公开做出评价预测投资建议 但是他自己却反向交易 他告大家 哎呀都别买啊 他自己买进了 知道吗 但如果他提前没有这种反向交易 他仅仅是公开的测评评价 他瞎瞎说呗 他自己还以为自己多能耐了 然后做出一大堆的评价 但是他自己本身并不炒股 他没有做成这种反向交易的话 一般是不会构成蛊惑交易的 好了吗 哎 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面说了 如果没有提前反向交易 仅仅进行了测评评价 但是影响了证券交易价格交易量 可能会影响第五项的蛊惑交易行为 就他就不会构成第六项了 看见了吗 这个第六项是什么 做出评价和预测的 这是第六项的行为 第五项的行为是利用不确定的信息 诱导投资者进行交易的行为 所以我们说呢 最后这一块解读地方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第五项 通过虚假传播一些信息来进行的 和真正的什么呢 这个第六项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第六项 这种操纵证券市场 我们刚才说的第六项是什么 做出公开测评投资 然后进行反向的什么证券交易 好了吗 这两个一定要结合起来来看 就是是否有操纵的意图 哪怕你没有操纵的意图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也会构成叫蛊惑交易行为 好吗 好了 这就是呢 第六项和第五项之间的关系 好 这个了解一下 总之操纵市场的行为啊 大家就基本上作为选择题 选一选就可以了 至于法律责任没什么 给投资者带来损失赔偿就行了 好 我们真正的难点都在 取甲陈述和内幕交易行为 这两个还是继续的 恐怕作为我们今年案例分析题的重点 但是尽管啊 不管怎么讲 我估计大家也是看个稀了糊涂的 听什么 哎呀 不管怎么掰开揉碎给大家讲 您是记不住的 怎么办 抓住最核心的东西 我刚才已经把取甲陈述的最核心东西 内幕交易的最核心东西 您就照我这个大概旗 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了就算 别太纠结这一块 你玩了半天命 最后你也没搞清楚 因为你从来没炒过股 你也没亲自实践过 所以你根本就理解不了 这证券市场的凶险 你也不知道风险点是在哪 也不知道具体他们是怎么表现的 所以将来案例分析题 可能一出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很正常 所以建议大家就差不多就行了 好吗 好 这样的话 整个的第八大板块 就基本上完成了 到这为止 基本上我们证券法的重点 按理分析题 有可能考的 就到此结束了 至于后面那些板块 就是一些个常识性的东西了 介绍一下新三版的一些个东西 大家就基本上客观题 刷一刷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 这就稳没有认 suchen